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十三號點名虛擬貨幣交易平臺JPEX有問題 不但沒有申請虛擬資產交易平臺的牌照 更有散戶投訴 沒辦法提取虛擬資產 甚至帳戶結餘也莫名被減少 沒想到這消息一出 JPEX位於東區的辦公室 已經被火速清空 用戶上門只看見外面的公告 寫著JPEX人員已經惡意撤離 影片一出也調出不少同路人 更有人說自己被割了八十萬 不少用戶求償屋門將炮火轉向代言人 這些交易所倒閉的都有 稍微有一些受到破壞 但是我還活著我就覺得很幸運 然後我覺得這個旅程是 很特別的經驗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成為JPEX的代言人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曾為JPEX代言的成林九 社群平臺瞬間被灌爆 湧入大量要他為JPEX負責的留言 歷經一天的沉默 成林九十五號晚間終於在IG發聲 表示雙方的合作已經在今年七月就結束 自己想幫忙但目前也聯繫不到JPEX相關人士 其他細節公司正在處理 如果需要調查都會全力配合 JPEX傳說災情代言人連帶受到波及 先前的站台影片現在看來也有些諷刺 投資人只盼相關單位盡快出面給他們一個交代 再來一次為黃盟者旅站台北採訪報導